下面我们再请出下一个临时的演员 李四 去演示一下使用Fork 还有Pool Request 李四觉得我们的项目也挺不错 不过他想基于我们的项目 去开发他自己的一个版本 这个时候李四就可以先把项目Fork 到自己的一个账户的下面 李四打开了我们的一个项目的页面以后 点击这个Fork 这样我会直接把项目的版本库 复制一份到李四的账户的下面 然后李四可以再把他账户下面的 Movitalk这个版本库 克隆到本地的设备上 去继续的去开发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版本库的地址 然后呢复制一下 再回到命令行的工具 我们可以先回到桌面上 然后使用GateGalone 后面加上一个远程版本库的一个地址 然后再加上一个保存的一个目录 我们叫他Movitalk下号线里 这样会把李四账户下面的Movitalk这个版本库 克隆到桌面上的Movitalk下号线里 这个目录的下面 进入到这个项目 那么因为呢 我们是在同一个设备上做的演示 并且之前我们已经配置了Gate 在全局范围的一个设置 所以默认的情况下 提交呢都是以王浩的身份去做的 那么为了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下项目级别的一个配置 那么也就是单独去为Movitalk下号线里 这个版本库呢 去配置 输入GateConfig user.name 后面呢 再加上一个名字 李四 回车 然后呢 再去输入GateConfig user.email 后面再加上一个邮件的一个地址 李四 那么这样的话 在Movitalk下号线里 这个版本库的里面的提交 都会使用李四的这个身份 李四继续去开发了这个项目 比如李四想给项目添加一个 readme.md md表示的就是markdown 是一种标记的语言 GitHub会自动的去 在项目的根目录下面去找这个文件 并且呢 把它转换成html的一个格式 显示在这个项目页面的下面 readme.md里面的内容 一般呢 都是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个介绍 还有使用的说明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vim去 添加这个文件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 输入点内容 保存一下 然后呢 再提交这个修改 GitAdd一个点 然后再用GitCommit 加上一个提交的一个描述 添加了readme.md 文件 下面李四要把这个提交呢 推送到自己的远程版本库的上面 这里我已经先清空了一下 保存的GitHub的一个登录的信息 那么这样的话 在推送的时候 可以使用李四的GitHub上面的账户 再回到命令行的工具 然后输入GitPush 加上Origin 空格Master 再输入李四 在GitHub上面的一个用户名 然后再输入密码 现在呢 我们可以打开李四的一个远程的版本库 那么你会看到最后一次更新呢 是来自他自己 我们可以打开李四的一个远程版本库 然后再输入 再输入Git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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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输入GitPush